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上听书 祝大家听书愉快 同种行为会因实施时的不同动机被划归为不同联系 当财富积累是为了奢侈时 属于物质联系 而当为了慈善时 属于精神联系 当学术研究追逐热点时 属于物质联系 而当为真理之无限上下求索时 属于精神联系 当艺术只为争名夺利时 属于物质联系 当为了创造美的愉悦时 属于精神联系 此外 以平等指导的政治 以公正指导的法律 以仁爱指导的伦理 其利己不忘利他 其精神容量之大可包容万物 这都是与世界的精神联系 周国平认为 物质联系与精神联系两相比较 后者高过前者 亚历山大大帝遇到躺在地上沉思的哲学家 蒂欧根尼 问 我能为你做什么 蒂欧根尼回答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希腊被罗马人攻陷时 阿基米德正蹲在沙地上研究图形 当士兵的剑劈向他 阿基米德说 不要踩坏我的圆 他们是精神无限高于权力 名利与生命 注重建立精神联系的人 我们认为其拥有某种信仰 拥有崇高信仰的人 我们认为其拥有灵魂 信仰不指向具体的神明 信仰指向精神文明的高度 不信奉宗教的人 同样可以拥有崇高信仰 当庙里烧香磕头 祈福消灾 绝不是信仰 不是人性中神性的闪光 是误解宗教发心的迷信 是向尼菩萨行贿 有崇高信仰者常怀敬畏与同情 敬畏源自理性与智慧 因为无知者不知自己的无知 也就不知敬畏 同情 源自爱与共情 这个词使用泛滥 以致人人都谈同情 其实同情非深刻者不能理解 非博爱者无法体会 是以他人悲喜与共 对苦难感同身受 是爱人如爱己的基础 拥有崇高信仰的人 其精神是可传承的 其灵魂是不死的 春秋时 鲁国大夫 书孙报称 立德 立功 立言 为三不朽 即疏离道德 造福国民 提出真知灼见 才是不朽的功绩 于公说 子子孙孙无穷尽 是将个体和时代的局限寄托在人类历史的无限中 十一滴水融入大海 因而不会干涸 可见 精神探索者是比世界征服者更大的冒险家 他们想得到比现在更深刻 更接近本质的东西 灵魂只能独行 正是一本关于信仰 灵魂与生命意义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周国平先生 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 作家 哲学研究者 灵魂只能独行 是周先生散文系列之心灵守望卷 接下来 我会以灵魂 安静 丰富为中心问题 分三部分讲解灵魂只能独行 具体来看 第一部分 信仰的模样 失落的现代人如何寻回生命意义 第二部分 安静与孤独 我们从不缺少热闹 却缺少孤独 第三部分 丰富与执着 以执着对抗悲观主义 逃离虚无 首先进入第一部分内容的讲解 信仰的方式与生命的意义 十九世纪末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出 上帝死了 挑明人类已经丧失了生命归宿的答案 怀疑与自我否定成为信仰的现代形式 这是一件好事 埋葬上帝使我们从洞穴里走到洞穴外 从借助火把下的影子了解世界 到借助阳光了解世界 尽管突然的自由让人手足无措 成为打起灯笼寻找上帝的疯子 但显而易见 人类不是在找回万能的解释者 而是寻找代替权威解释世界的自己 我们抛弃了上帝的真理 我们要建立人类的真理 怀疑与自我否定 是理性恢复的起点 是信仰重建的过渡起 施铁生说 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 即是残疾 可见 人之必然的无知 造成人之必然的残疾 比残疾更可怕的 是不知道自己的残疾 即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笛卡尔说 没有知识的人 总爱议论别人的无知 知识丰富的人 却时时发现自己的无知 这正如坐进观天者 不知道天之大 也不觉得井口小一般 对比知道自己无知的人 不知道自己无知的人 更为渺小 是精神上真正的自弃 无知者大多以自我为中心 自我中心者心态大多失衡 以自身之不足 比他人之优胜 则生极度 以自身之有余 比他人之不足 则沾沾自喜 自我中心者 既丧失了超脱物外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自信 又丧失了 面对人之绝对限制 困境之永恒存在的谦卑 我们要反过来做 面对他人的局限 能体谅人性对比神性 必定不圆满 面对自己的局限 要借怀疑和自我否定 排除谬误 使无知减少 真理发现 使德行完善 动物性欲望消退 使人性之美德 愈发彰显 从而拥有 向神性靠拢的自信 自我中心的原因 其一是 认识的浅薄 其二是 对人生缺乏真挚体验 前者学得不够 后者学得僵死了 如此就能对症下药 既要积累知识 又要体验人生 以使天人的狭隘者 胸怀博大 使天人的自爱者 学会奸爱 可见 苏格拉底口中的 知识及美德 董奇昌口中的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是何其睿智的见解 这是与自我 拉开距离的过程 也是人生观 与世界观 形成的过程 审视自己 形成自我认识 完成自我设计 即人生观的建立 旁观世界 形成价值判断 确立价值取向 即世界观的建立 总之 看到并接受人的限制 是智慧的起点 从忍受到拯救 从超脱到超越 是智慧前进的方向 我相信 局限是绝对的 但真理是永恒的 世界是我们的表象 是为人类之心的 也是可谓人类所知的 是唯物的 悲观主义者 是超脱的 理想主义者 是超越的 当一切学科 思想 发展到极致时 必定在冲突中 达成共识 真理 虽在彼岸 但信仰不在终点 而在路上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 内容的讲解 我们先用怀疑 和自我否定 承认了自身局限 再用知识和经验 对抗无知 超越了自身局限 前者给我们 登高俯瞰尘世的清醒 是一种达观 后者给我们 从尘世仰望星空的希望 是一种救赎 两相融合 正是信仰的模样 接下来 进入第二部分内容的讲解 安静与孤独 周国平说 人生最好的境界 是丰富的安静 安静 是因为摆脱了 外界虚名福利的诱惑 丰富 是因为拥有了 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 在本部分 我们就谈谈安静 下部分内容 再谈丰富 现代社会不缺少热闹 但缺少安静 不缺少媒体式的嗅觉 被市场操控的价值观 追捧热点的文章 但缺少 漠视舆论的清醒 傲视金钱的人格 甘于寂寞的学者 毕竟 安静的灵魂 不够光鲜亮丽 与现代的喧嚣 背道而驰 安静的灵魂 既不强求他人理解 也不轻率说出理解他人 如 德国思想家史怀泽所说 即使是相爱的人 也只是在黑暗中 并肩行走 各自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 无需注视别人的脸 和探视别人的心灵 索取理解的人 常谴责他人 对自己关心不足 实则 自我认识尚且不清 何谈被人理解 断言自己理解别人的人 以免勉强他人 袒露内心 指责他人缺乏信任 以免常被表象蒙蔽 以为板起脸说教的人 对人生有严肃的思考 喜欢嬉笑的人 没有值得一提的烦恼 事实上 不假颜色的说教者 多考虑权利 少考虑真理 多在乎利益 少在乎人生 而最深的严肃 才貌似玩世不恭 因为知道生命与理性的限度 才用欢笑掩盖悲伤 借自嘲弄命运 才替窘迫者解围 才宽容敌人的过错 周国平说 一切高贵的情感 都修于表白 一切深刻的体验 都卓于言辞 苏东坡说 大勇若切 大之若愚 唐吟说 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爱莫生说 伟大的有信仰的人 永远被称为异教徒 终于被迫 以一连串的怀疑论 来表现他的信念 可见 多少没有真正信仰的人 做出信仰的样子 多少过分认真的人 沦为异端 这便是理解 绝大多数时候的模样 是时代的最杰出者 总是安静而孤独的原因 理解的前提 是人心容量的对等 两个深刻的灵魂 才能抚慰彼此的孤独 一深一浅的灵魂 只能把交往 局限在矫浅薄一方的水准上 所谓的沟通 竟是一个教一个学 至于两个浅薄的灵魂 多数时候 都在自说自话 在这种境况下 能够热烈地聊下去 是人类的可笑与可悲处 柏拉图说 智者说话 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 女者说话 则是因为他们想说 孤独和孤僻是不同的 前者是超凡脱俗的思想 无人理解 因此自愿选择孤独的状态 后者 思想上并无独特内容 是被迫接受的结果 精神科医学 多把亲密的人际关系 视作精神健全的标志 把孤僻视作病态 由于绝大多数人 并没有自以为的那样超凡脱俗 因此 应谨慎对待孤僻的性情 事实上 许多杰出者既享受孤独 又乐于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我们说 贝多芬是不幸的天才 泰戈尔是幸福的天才 因为后者拥有更美满的婚恋生活 我们知道 牛顿终生没有朋友 也没有女朋友 但同样天才的科学家 未必找不到知己 因为牛顿的性情太过尖刻 可见 一个人除非怪的稀奇 或坏的离谱 否则 不可能一个朋友也没有 对普通人来说 独处的能力同样重要 若一个人独处时 必定用种种消遣填补闲暇 可见 其精神是匮乏的 才会宁愿被占据 也好过与自己相处 舒本华说 不要让自己的脑袋 成为别人思想的泡马场 尼采说 真正的思想家 最最向往的是闲暇 以此相比 平凡的学者 却回避他 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处理闲暇 如果不擅长交际是一种遗憾 不能忍耐独处则是更大的遗憾 独处是内在整合的时间 是把新经验缝补到现有体系中 以帮助内心趋于完善 英国精神学者 温尼考特认为 缺乏独处能力的人 只具有虚假的自我 由于这种缺乏 有的人过分顺从 或过分逆反 有的人喜赞扬而多作为 有的人欲自信者打压 欲自贬者吹捧 因为缺乏自我认识者 没有思想 也无法说出有价值的见解 托尔斯泰说 在交往中 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 在独处时 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 可见 人际交往是对有限经验的运用 独处时 人面对的是本质与无限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佛 耶稣在旷野上宣布救世 我们很难想象 谁能在公共场合的仪式中 在强烈感官刺激的赠颂中顿悟 太喧嚣的事业和太张扬的感情 会削弱深度 如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那样 充满了声音和狂热 里面却空无一物 安静的灵魂质朴而诚实 无需做出信誓淡淡的姿态 圣经中说 你们根本不可以发誓 你们说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多说便是出自那邪恶者 我们正要理解这句话 凭良心说话是为了公正 超出公正是为了盈利 如名利 舆论支持 情人的芳心 爱发誓的人违背公正 面对自己的良心时是羞愧的 揣摩和迎合他人 在交往中姿态是悲切的 说真话的人 应该满足于对良心的忠实 至于对方信任与否 则不要期许 若对方听到誓言 就轻易改观 要么心智不坚 易于蒙蔽 要么不志同道合 隔阂本就存在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的讲解 安静的灵魂是孤独的 不求为人理解 也不强求理解他人 持有丰富的内心 保持亲疏随缘的平静 不孤僻 但擅长独处 不巧言吝啬 但言出必行 安静的灵魂 是在物语中保持惊醒的法宝 在最后一部分 我们谈谈 丰富与执着 安静到极端 慧感人生虚无 此时就要借 丰富与执着 来对抗悲观 人生之所以令人常感 牵肠挂肚 犹豫不决 时而奋起追求 时而干预淡薄 是因为 生命长度是有限的 生命只有一次 如果人能永生 或拥有无数次生命 选择的困扰 便大大减少了 金圣叹 脾息相继时感叹 几万万年月 皆如水势 云卷 风池 电掣 无不进去 而至于今年今月 而赞有我 此赞有之我 又未尝不水势 云卷 风池 电掣 而急去也 人生与时间 与空间相比 太过短暂和渺小 一己之力 置于历史 个体存在 置于宇宙 何其卑微 面对永恒 此时的存在 又有什么意义 因此 便有了人生虚无的窥探 但从另一面看 生命的珍贵 正远于其有限 学来说 同人生相比 帝国兴衰 王朝更迭 何足挂齿 同人生相比 日月星辰的运转 与归宿 又算得了什么 既然失去人生 便失去一切 那么唯一的人生 就是全部 人要先负担自己 再负担 时空之幽远广大 正所谓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越过自己 悲叹天地 多少显得 绞柔造作 把人生虚无 苦思冥想一辈子 还是那么一回事 甚至连 纵情声乐者 都不如了 好歹算得上 潇洒走一回 可见 一位执着 势于平静 一位悲观 势于趣味 一位执着者 欲获最大利益而后快 一位悲观者 欲抛弃人生而后快 二者都走向极端 偏离了中道 比执着和悲观 追名逐利和消极避世 更超脱的 是凌驾于 祸福成败之上 道家讲究 小隐隐于也 中隐隐于世 大隐隐于朝 正是超脱无万 彻底了摆脱 新为行义的处境 有所执着的人 是有趣的 即使是怪癖 也有可以玩味之处 明代文学家 袁洪道说 诗人所难得者 为趣 其最难得的 就是有趣的妙人 他在 《与公为常》先生书中 大谈人生无乐 前四乐 时而是 人间富贵客 时而 逍遥于山水间 有如花美眷 有真心好友 极尽世间声色 到第五乐 笔风一转 说 然 人生受用至此 不及十年 家资田产 荡尽矣 然后 一身狼狈 朝不谋夕 脱拨歌迹之院 分餐 孤老之盘 往来乡亲 田不知耻 五块活也 意思是 前四乐的享受 不到十年 就败尽了家产 只好恬不知耻地 行起要饭 朝不保夕 也是一大乐事 这是何等豁大的心胸 是以出世之心入世 以入世之心出世的大境界 周国平说 入世再神 也不忘他的限度 有悲观垫底的执着 实际上是一种超脱 以悲观对抗执着 可以约束欲望 即安静 以执着对抗悲观 可以避免虚无 即丰富 总之 我们既要眷恋人生 又要随时准备告别人生 既全力以赴 又不要抱持任何希望 悲观与执着 在冲突中达到和解的结果 即是超脱 人的执着 常寄托在两件事上 讲究实际的人 称作职业和家庭 讲究精神的人 称作事业和爱情 二者 一个脱胎自生存欲 一个脱胎自繁殖欲 都是实色性也的变形 若是为了与世界建立物质联系 便和野兽无异了 周国平提出 丰富人生的三种途径 都着重与世界建立精神联系 其一是体验 接着爱情 友谊 对自然的沉思 艺术的审美体验等 获得心灵的愉悦 其二是创造 将内在精神力与外部现实联系起来 是人创造自然 改造自然的能力 如果说体验是输入的过程 那么创造就是输出的过程 是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 体现人力之伟大的过程 丰富人生的第三个途径 是袁洪道口中 人生的最后一大乐事 即苦难 当生命失去正面体验 和积极创造历史 苦难便彰显了人性的高度 也拔高了人性的高度 一切宗教都注重苦难的价值 基督教徒借苦难赎罪 进入天国 佛教徒借苦难看破 跳出轮回 因为在对立斗争中 人才能展现其全部德性 抛开说教虚假的捷径 加深对世界的理解 俄国作家 托斯托耶夫斯基说 我只担心一件事 就是 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可见 苦难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它净华 升华了我们的灵魂 以上就是第三部分内容的讲解 我们既感叹 人生虚无 又体察生命可贵 既免除过分的执着 又避免过分的悲观 借助人生体验 主观创造 乃至苦难的魔力 使生命丰富而有趣 因内涵深刻 而值得细细品味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的讲解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 我们透过现代人的精神迷茫 理解信仰 人类借怀疑和自我否定 恢复理智 借助知识和经验 走向智慧 在超脱到超越的过程中 人会反复游走在 谬误与真理 虚无与执着 悲观与乐观之间 尽管是螺旋上升 却不断接近 人性之完满 接着我们认识了 安静的灵魂 它不索取理解 也不强加理解 它举举独行 并甘于寂寞 最深邃的孤独 难以为人体察 人与人之间 不存在彻底的理解 一切大悲者 都会用笑诀 嘲弄命运 用欢笑掩盖悲伤 正如电影 宿愿所说 最孤独的人 最亲切 受过伤的人 笑得最灿烂 最后 我们借助悲观 对抗欲望 借助执着 对抗虚无 以出世之心入世 以入世之心出世 使人生趣味盎然 又不诱于其中 既有超脱的达观 又有超越的西记 拥有丰富而安静 安静而丰富的人生境界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这里是爱上听书 带你听更多好书